在娱乐圈中,有很多的机会稍纵即逝,都说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温暖的闲》这部由张翰和张军宁主演的都市恋爱剧,令人格外瞩目。 对于原著党,张翰所出演的《湛南玄》,非常符合原著中的气质,创业一代自身所带有的焦虑以及对爱情的渴望,被他演绎的淋漓尽致,女主张俊宁所饰演的《温暖》,也演出了对于男主角那种恋恋护舍,但是又不敢轻易接近的矛盾情感,让人看得大呼过瘾,这部电视剧也已经刷新了历史收视, 创造了全国的同一时段收视率第一的成绩,网络突破两到了四亿,刚刚播出几天,就有如此好的成绩,也是非常让人艳羡,不过能出演这部剧的男主,也算是张翰捡来的,这是为什么呢?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部电视剧,最初的男一号并不是张翰,而是黄晓明,在去年的6月14号,温暖的闲的官方微博就宣布了,这部剧所请到的男女主,分别是黄晓明和张俊宁,出演的也是十年的相爱故事。 当时两个人的名气正处于巅峰,借着热度把这部剧的话题度炒高,也是投资方非常愿意见到的事情,对于黄晓明和张俊宁当年的强强联手,也被很多人看好,不过这部剧最终黄晓明还是辞演了,为什么呢?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黄晓明本人对自己的人设问题,黄晓明从出道到现在,一直拍摄的基本都是霸道总裁的形象,已经在影滩整整混迹了将近20年的他,其实也想要突破形象,所以当时的黄晓明最终还是选择辞演了这部剧,所以才有了张翰的临时顶替,成就了经典的电视剧。 看了这个消息之后,许多网友纷纷表示感慨,如果黄教主真的来是演战南玄的话,这部电视剧说不定真的就没有人看了,他让我们看到张翰十年后再度演绎霸道总裁,但是依然能出这个角色真正的神韵和风采。